弟兄姐妹平安 愿神的话语如清泉甘露领到你的生命 滋润你的心使你重新得力 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3章 耶稣谴责虚假的生命 那些能说不能行的 这是最糟糕的信仰态度 耶稣对一些宗教领袖 以及处在高位者有很吸引的指责 耶稣在当时的罗马政府 统治底下的犹太社会 以及宗教体系当中 他深深的察觉到 犹太人信仰的道路已经走偏了 圣殿敬拜已经变成买卖虚假 宗教领袖为了自己的欲望 巩固权力地位 把信仰变成教条 充满假善和不法的事情 而失去了悔改的争议 以及真实的敬拜 在第一节中 耶稣告诉众人和门徒说 不要效法这些人的行为 若我们没有时常在圣灵的光照当中 解释我们自己说不定我们自己所做的所行的 一不小心也会像法利赛人一样的假冒为善 也就是只会说出一套圣经的道理 自己却一根指头都不动 耶稣说神的诫命和律法要谨守遵行 但是不要效法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的行为 一到十二节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高抬任何人的地位高过于神 也不要迷失在这许多的头衔当中 贪图虚荣 在职场上 也许人们喜欢各式各样的头衔 尊称 那代表着尊专业地位 但是耶稣教导我们 我们不要去争那些头衔 尊称老师 拉比等等 因为在神国度的伦理当中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 没有谁比较尊贵或是卑贱 耶稣的领导哲学就是 谁要伟大 他就要做仆人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若是能够掌握这个关键 我们就不至于落入 骄傲自高的虚荣当中 十三节到三十九节 耶稣他不怕这些宗教伟秀 对他们说的这七项祸患 真真见血 当然也造成日后他们想要杀害耶稣的动机 法利赛人到底有多糟糕呢 他们不仅自己反对耶稣天国的信息 他们也拦阻别人接受 他们引导人入教 却叫他们做地狱之子 他们只重视外在的这些礼仪 却不理会自己内心的污秽以及败坏 他们却逼迫着神所拆派来的先知 这样的人是不能够逃脱地狱的刑罚的 此外耶稣他也预言了耶路撒冷的命运 虽然神多次要聚集他的儿女 要回转来归向他 但是他们的悖逆以及拒绝福音 确实的耶路撒冷将成为荒场 弟兄姐妹 让我们将今天的经文放在心中 使我们成为一个心造的人 使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一个敬拜人生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求你光照我们 你的话语练进我们的心思意念 也求你教导我们 不仅要有信心还要加上行为 使我们活出你喜悦的生命 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